随着宝宝的成长 家长对宝宝关心的重点呢 也逐渐发生着变化 从宝宝刚出生时 关心他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内容 逐步过渡到 注意孩子的能力发展方面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关于宝宝记忆力的那些事 老公 这两天我不在家 你待会儿多啥心得呢 别提了 我发现咱人忘醒太大了 就说今天早上幼稚园吧 刚出家门口 儿童说 爸爸 我忘带小熊了 没有小熊我睡不着觉 不是 小熊是他命根子 这事你得给他想 对 怨我 怨我 请完小熊走到小熊门口 儿童说 爸爸 我忘带小汽车了 今天都跟小朋友们说好了 一起玩 咱俩又颠颠颠的 回家求的小汽车 你俩真不嫌疼 这还没折腾完呢 等到幼稚园门口了 儿童说 爸爸 爸爸 当时一听你俩 就有车灯一下 哎呀 我的小祖宗啊 这还有完没完了 啥事不会一口气都说完呢 那是啊 那这我又忘带啥了 他说 爸爸 爸爸 我忘了今天是星期六 不用去幼儿园了 对不起 我也忘了 爸爸妈妈要知道 我们的宝宝的记忆 在胎儿期就已经开始了 宝宝最初的记忆力的发声 源自于条件反射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发现 妈妈的声音 可以帮助哭闹的宝宝 安静下来 母乳未养的宝宝 会记住妈妈的味道 当把宝宝横抱在胸前的时候 他们就要找奶吃 提起宝宝的双腿 他们就知道要换尿布了 可见这些知识所建立的联系 形成了条件反射 逐步发展成对运动的记忆 和对知识的记忆 六个月前 宝宝的记忆力 主要是债认 也就是曾经接触过的事物 在出现的时候 还能认得 新生的宝宝 就会模仿其他人的表情 比如妈妈 吐舌头 挪嘴 她也会这么做 一个月的宝宝 就可以分面相对熟悉的面孔 三个月的宝宝就可以辨认出 带给她欢乐和温情的 妈妈的面孔了 六个月的宝宝 虽然记不住具体的细节 但对一些熟悉的地点和人 可以再认 比如 带她去注射过疫苗的医院时 你会看到 她在去医院的路上 或看到医生时 就开始生气 哭闹 十个月后 宝宝的记忆力就更好了 对于印象深刻的人或事物 可以维持近两个月呢 一岁后的宝宝 有意识的记忆 得到显著的发展 二十个月的宝宝 甚至可以记住一年的事情 两岁后的宝宝 可以回忆出自己去过哪里 玩具常在的哪里 三岁的宝宝 开始学会用一些外部工具 作为提示的线索 帮助自己进行记忆 四岁后的宝宝 越来越多地表达出 记忆的策略的使用 宝宝的记忆发展 大致会经历 上面这个过程 不过 我们每个宝宝 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节奏 我们妈妈要学会观察 有时候 可能与这些总体的规律 不是完全一致 宝宝 宝宝为什么撒谎 我的宝宝非常好 怎么开始撒谎了 这个在三四岁的宝宝来说 非常的常见 其实他并不是有意的编造谎言 他只是把幻想 现实和愿望混在了一起 把想象的事情当成是真实的 比如他其实并没有去游乐园 然后却会声会设地告诉别人 上星期在游乐园做了旋转木马 或者把听到的当作是自己看到的 把发生在A地点的事情 当成发生在B地点的事情 甚至有时还会混淆 他们自己和他人的经历 这种谎话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和品德无关 它并不是沙谎 它往往反映了宝宝的内心需求 只是因为他特别想玩 他特别喜欢 但这个时候 我们家长一定要值得一个注意 就是宝宝极少虚构负面的记忆 比如殴打虐待 所以当孩子和父母或者看护者 说起宝宝对虐待的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创伤型的世界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的警惕 要和宝宝进行交流 因为宝宝可能是遇到了类似的世界